作词 李宗盛 把此刻好好纪念 别挥霍了时间 别辜负了时间 夜晚星星眨着眼 等着你许下一个圆 陪你看日落海边 我却只记得 你温柔的侧脸 有太多的位置 太多美好 在等着寻找 乘着阳光正好 微风不早 像明天奔跑 在夏日离开之前 让我们在疯狂点 那些没说的语言 没拍的相片 全都一一实现 在夏日离开之前 让我们在靠近点 每个难忘的瞬间 你都在身边 有你才完成了夏天 这么晚才回来 辛苦了 你也挺辛苦的呀 凌卫 我有话要跟你说 凌卫 我试过了 您这鱼筒做得还真不错 所以这个是 你 你们是不是有话要说 没事 我先回去了 哎 凌卫 吴云说啊 你这鱼筒洗澡 真的很舒服 哎 我还没说完呢 这个鱼筒洗澡 是有讲究的 我跟你说 我还是要把话说完 没事就在这儿说 没事就在这儿说 我喜欢你 但这份喜欢就到此为止吧 我必须要承认 喜欢一个人是需要回应的 对不起 我做不到对你 没有任何期待 你有你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也有我要负的责任 所以以后你继续中你的差 我不会再打扰你了 今天 我之所以把这份喜欢说出来 是因为我要给他画上一个句号 我现在明白了 爱情和工作是不一样的 不是努力的就会有结果的 我这个人 就是想一出事一出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我就是三分钟热毒 反正我以后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了 谢谢你这段时间忍受我 林卫 够了 我爱过的人还在眉前 故事一张几世故的脸 师傅 你怎么忍然要搬下来了 我要离开这里 我就想清楚了 什么夏雨天 什么感情 事业 两头刷 根本就不靠谱 我就想好好搞歉 你终于想明白了 徒儿 以前是我被恋爱冲昏了头脑 你千万不要学我恋爱脑 师傅 我们是不是在基地 还有素材要补拍 那就先去到那沙婶家吧 我都忘了 我这里想要一个取暖器 因为你们这儿晚上太冷了 我是干皮 我要一个加湿器 最好要扫定机器人 这样的话打扫起来比较方便 你让他管我叫爸 管你叫妈 怎么了 那这个爸我不当 你知不知道 欺羊宠物可是犯法的 那你就不能当这个妈呀 唆使别人欺羊宠物 也会遭到社会的谴责的 我会陪你一起看他们桌 我撞成长之凡叶茂 我去打个电话 师傅 我去打个电话 嗯 喂 菲菲 你说得没错 爱情真的呼叫转移了 我师傅她从林卫家搬出来了 我知道 昨晚她表白我都看见了 她表白了 她是被拒绝了 她还是表白了 但她也拒绝了 你 你你你讲话的层次有点多 我听不太明白 你解释一下 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分开了 但是呢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爱情这个东西 就像竞技比赛一样 不到最后很难分辨的 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吗 书月 打电话怎么还偷偷摸摸的呢 怎么回事 师傅是谈恋爱的 没有 怎么会呢 我跟你说 师傅可是过来人 爱情这个东西是最靠不住的 知道了吗 还是要搞事业 走 这插苗长势不错呀 听说小苏帮了很大忙 他人呢 怎么了 走了 去哪儿了 回城里了吧 不知道 不知道 你俩什么关系啊 他去哪儿了 你怎么会不知道 柳月 过来 来 陪爸喝一杯 过来啊 在你看来啊 种茶树比什么都重要 但是 在我看 小苏更重要 就像这十里香茶 失去了这么多年 你临卫 依然把它种出来了 即使没有你临卫 什么山卫啊 海卫啊 他们依然能把它种出来 但是 如果 重要的人不在了 这一辈子 也不会再出现了 少喝点吧你 小苏 辛苦了 喝杯奶 谢谢 怎么突然想起 搬到我家来了 是不是跟李温闹不愉快啊 没有 我就是觉得 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 还是您家更方便我加班嘛 对 别跟你傻事客气 反正进来也不在 这房间啊 你尽管住 我上次借给你的书 你觉得怎么样 简直是打开了 我新世界的大门 我现在就准备 好好关注我自己人生的课题 先做好我自己 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 可有道理了 就算爱情是一场海啸 也不能只是你一个人心里 潮起潮落 行了 打扰你工作了 早点睡啊 晚安 嗯 今日怎的 还起风了 我心动则念动 大刷审 你为来了 给你熬了一碗粥 看看 不错呀 小苏 你要不要来一碗 不要 我要工作 我 我去看看溜溜啊 喝了再工作 你不要 你手没事吧 我手没事 我电脑有事 凌薇 我跟你说了 如果没必要的话 我们俩能不能不要见面了 盛言也想你了 盛言送你了 你也有一半副样圈 那那一半也送你了行吗 我就是不想再跟你牵扯不清了 我给你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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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苏 脾气这么好的女孩儿 你俩为啥弄逼扭啊 一言难尽 我跟你玩舍说 让你玩舍 明天带着你和小苏去城里 给我们进那半结婚用品 这机会你可得好好把握 好好表现 我们就帮你这一次啊 其他的就看你造化了啊 一碗 小苏 色彩剪得怎么样啊 差不多了 明天书月过来接班 应该就能搞定了 那你觉得沙婶表现还行吗 很好啊 你镜头感超级好 而且谢谢你把场地借给我 我欠你个大人情 这人情能不能现在还 现在 我女儿不是要结婚了吗 她那边忙得不可开交 你这婚礼值班用品 不得我这个当妈的操心吗 那我能操心什么呀 你人来就好 小苏 收拾好了呀 咱走吧 大沙婶呢 她忙 我带你去 那她也去啊 那多个劳力不好嘛 那行吧 快去快回 坐我车去吧 别麻烦了 就开这个吧 小苏 这路上太陡了 你 你不安全 你搂着点 林薇 这就是我们店里最新的款式 年轻人都喜欢 林薇 你帮着看看 让女生来吧 来 小苏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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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着选一选啊 我 我真没选过洗淘啊 我 我真没选过洗淘啊 你俩一起选一选吗 年轻人的眼光错不了的 他俩还真是心有灵犀啊 那就选这个 两位是真有默契 一看就能恩恩爱爱 白头到老 哦 我能 这个喜且的所有钥匙 都在这儿了吗 对对对 都在这儿 结婚是大事 喜铁得好好挑 新娘子 选一个 不是我们结婚 怎么了 没事 年轻人闹矛盾 我跟你说 就是你别扭来我别扭去的 我和我老公年轻时候也这样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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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惹生气了 这事以后你就有经验了 男人得学会服软 哄哄就好了 安安 到了 不是 不是都完事了吗 来这儿干吗呀 试婚纱呀 试婚纱 你进那工作忙 都临到婚礼了 她都没有时间过来 还试婚纱 我看呀 你俩的身材跟她们的差不多 就帮她们试试呗 这不太好吧 帮人帮到底 送佛送到夕呀 时间不早了 我们找紧 你theme company 阿姨 换好了 好 来 看看 阿姨 你女儿和你是真是蓝衩女帽 天憔地设的一对呢 是啊 我也这么认为 小搜出啦呀 我裙子太大了 包子鲁 王婶要拍照 来吧 这边背景好 你们俩就站这儿 好 站好了啊 来来来 你俩能再离得近一点吗 小苏啊 你看看你的手 太僵硬了 王婶 婚纱看个样子就行 又不是拍写真 小苏 这可就不对了 没有姿势 照片就没有灵魂呀 那婚纱的精髓 也拍不出来呀 来 快 丽莓 来 我 我沿着赤刀的诺流 空气中温度的温厚 心动伤温伤透 是 拖下被击bere的唐 твор 雨季中热的温柔 你的怀疑有害羞 爱乱时再偷偷看着浪卉 扇大借高 我们的饭飞食中 我今天想一遍一遍 喂 喂 师傅 你在哪儿呢 我去把素菜送给你 我一会儿回去 美女 你好 请问需要帮忙吗 不需要 谢谢啊 你在干吗 师傅 我在试婚纱呢 你又结婚了 不是 我是帮帮家诚女儿试的 那就好 你好了吗 王沈说 还想去市场买点东西 马上 我先碰你说了啊 一会儿找你啊 一会儿我就先撤了啊 给你和小苏 创造点单独相处的空间 我好了 咱们走吧 小苏啊 我这一会儿要回家去 你和林卫 去市场帮我买点东西呗 今天不行 王沈 我得去把片子交了 那要不然让林卫送你 不用了 我自己打车就行 我先走了 注意一下 苏时宇 明天提案会 没有几成把握 虽然他粉丝比我多 但是这次直播 我也长了不少粉丝 所以我有信心 你俩会属于我们的项目 但如果他砸钱投留呢 我觉得如果 他真的要这么做的话 那就只能一切随缘了 谢谢你提醒啊 怎么还试上婚纱了 对啊 昨天他们两个人 还互相都不搭理 今天就能去试婚纱了 这形势真的是越来越迷惑了 我认为我们不能再萎靡了 你必须马上出击 为什么是我 我可以等一个是哪 你就可以等下一个是哪 可是你呢 无论身处何地 都要享受精致生活 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来了 辛苦你了 土地 我不辛苦 是你的创意好 回头我再找人推一下首页 这个商务滑落谁家 还不好说呢 找人推首页 我们要是有这个资源的话 公司至于只剩我们两个人 好了 你快回去吧 明天还要去好味咖啡呢 那你呢 我再检查一下 十二点了 生日快乐 你记得啊 当然记得 马上一起吃饭吧 我来订餐厅 时间地点我来订 你吃完来就好了 早点休息 师傅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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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总 人家都起了 起了 黄总监问你 有没有时间参加会议 我就不浪费这个时间了 反正局势已定 你到底是局势已定 还是局势内定 你说什么呢 我说 好的靳总 我去开车 神经病啊 一会儿按照我说的顺序来过 好吗 请过来就行 快开车了啊 快开车了啊 大家辛苦了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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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总 您怎么来了 今天不是新店开业吗 那边不是星辰负责吗 我一个甩手掌柜的 先来无事 过来看看 不用管我 行 那我们开始了 那咱们开始吧 先播放陈香香团队的视频 请坐 天啊 天啊 非常地有质感 这不但啊 有手冲咖啡的干货 还有一些啊 挑选咖啡豆的小妙招 植入非常精准 小郭啊 你是年轻人 说说你的咖啡 这个视频吧 他到底是在拍咖啡 还是在拍人啊 所有的焦点 都是给了你的脸 再加上 这位博主的穿搭 真的很让人分身 是不是 和我的想法完全吻合 林董 您有所不知 这是我既往的风格 垂直用户还是很多的 多又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这个风格的 垂直用户 他们喝咖啡吗 他们看的是咖啡吗 那 那我们看一看 小时光团队的视频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视频是不是跟原来规划的方案不一样 对 我们向贵公司提出的方案呢 是从咖啡豆到咖啡厅 用小故事叙述的方式 从咖啡的生长 洗晒 萃取 到端上桌的每一个流程 那这是怎么回事 由于我们咖啡的受众群体呢 更偏向于都市白领 或者是一二线城市工作的人群 咖啡给人的第一印象 都是稀释 品质 高端 但我想通过这样一个宣导片 向大家普及 咖啡是本土化的 它是没有标签的 我们好味咖啡就是本土化 大众化的 和随时可以享受手中的切意时光 很好 很好 好 和我们好味咖啡成立的初心 完全吻合 好 好 好 加油 好 潘总监 你跟我说句实话 咱们这个商务是不是早就内定好了 我就宜陪跑的呀 这怎么会呢 咱视频呀 是中午发布 最后花了谁家 那还是得数据说了算 怎么着 你这个百万博主 害怕逃不过他 小苏 我觉得啊 你的食品很有想法 恰到好处地 将乡村和城市的气息 融合到一起 谢谢林董 多亏了您啊 给小时光一次机会 别客气 对了 我怎么听说 你搬到村子里去了 是 怎么了 那位 若你不开心了 你跟我捎捎 你不开心了 是您爸 是谁啊 林董 快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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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提 别提 喂 你在好喝咖啡吗 哦 什么事啊 哦 我来看我爸 正好在公司楼下 儿子 爸在 快上来吧 我等你啊 太好了 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林董 小林总到了 儿子 来啦 这来就来呗 还带什么礼物啊 这不是给你的啊 那是给谁的 孝敬你爹还这么口是心扉 玫瑰镜 美容养颜的 对女孩子皮肤特别好 是吗 嗯 我儿子开窍了 开窍了 儿子 你早就该这么做 我们的规则是十二点发布 截止到晚上六点 所有的书记居高者 我们好味咖啡 将和其捆绑 后续五十条的商务合作 没问题的话 大家准备一下 准点发布 我们没有问题 早就准备好了 师傅 你放心吧 我有个K站的朋友 已经联系过了 你什么时候有K站的朋友 你没跟我提过呀 时间到了 可以发布了 好 去吧 来吧 能帮我们推手业啊 K家的总裁 别闹 总裁能亲自帮我们推手业 赶紧给你朋友把个消息 我们请他吃饭 没事 我跟他都关心不着 你也会 二哥 快看 推手业 我看他兜里的钱 能坚持几分钟 看来是要比拼资源人脉的时候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到没有 这邵东家干扰的人不简单啊 短短时间就上了首页了 K站的首页资源不好拿呀 你再看别的应用 全都是首页推荐 真的假的 他宋世瑜有这么大的能量吗 盖国贵是邵东家在于无局吧 你的意思是说 邵东家才被回公司做铺牌呀 那不然能是少东家吗 抱歉你 本来啊 我想亲自下场 有你在啊 我就多余了 偶尔也需要雷霆手段 所以嘛 我和你妈坚信 你会成为最优秀的企业家 呦 谁这么大手笔啊 金主好舍得 别给我戴帽子 我们现在是竞争对手 最好还是不要对话 宝贝儿子 妈妈现在已经到云北了 师傅 我可能要出去一下 我妈来云北啊 那 那你去吧 现在很稳 结束我给你打电话 嗯 晚上递之后发给你了 一定要来 好 这个时候了 超了这么多 赢定了 我就先走了 嗯 晚上一起吃饭吗 不了 我先上山了 你好 好 慢手APP 图马旅游 意气娱乐 熊孩子 笨鸟 大成树 等二十几家公司 都是他元气资本投资的 苏世宇 你觉得你这样 扰乱比赛的公平性合适吗 这个单子呢 我决定 交给陈翔翔组 你们之前的比赛不做数 还有 请你回去转告领位 现在的好味咖啡 我说了算 好 像是常常给的亲切 哭过再笑才叫体面 可苦涩未必能对换天 幸福是一句抽签 等那些从前三成碎片 割破了眼泪底线 你是否看见痛楚涌现 模糊了伤口边缘 爱过的人还在眉间 故事一张几世故的脸 到所有从前大事怀念 惊人了眼泪底线 你是否听见记忆里面 有遗憾苦心昨天 残缺的爱还在指尖 伸出手沾向今天的怀念 写成一句亏欠 到所有从前大事怀念 惊人了眼泪底线 你是否听见记忆里面 有遗憾苦心昨天 残缺的爱还在指尖 伸出手沾向今天的怀念 欺诚一句亏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